阿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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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說藝術家那麼厲害 就是喜歡泡泡而已 然後這個是 我PO這個上我的訪章 我朋友就說今天是不是有什麼拍蜜樣混亂這個分享的聚會 你卻是翻叫拍蜜樣 然後今天來分享這個畫畫給我的十個寶物 首先我一開始是從這個MSN圖示開始請假的 然後就畫了很多這個表情的圖示 早就在LINE之前就畫了超多個人 然後我感謝這個畫畫 畫畫讓我學會了一種叫做圖像語言 它不是英文也不是什麼國文 然後你看我只要傳一個表情給你看 你就知道我在生氣 所以我不用透過學習去學習什麼語言 就可以傳這個圖像的語言給你看 那其實歷史最久的呢 也就是這個圖像的語言 所以可以傳這個 我想跟女朋友親一下 可以傳這個給我看一下 感謝這個圖像的語言 這次有一天我兒子跟我說 爸爸陪我去廚房一下 我說廚房就這邊當那邊那麼近 他幹嘛要陪你去 他就說廚房有魔鬼按按啪啪 我說啊啊啊啊 再這樣的魔鬼都沒有你媽恐怖的啦 然後就飛去亂來看看 然後咧他就問我說 你爸爸你剛去哪 就說爸爸你剛去很遠的地方 後來我就說不要亂交好不好 我說好啊 我就跟他說 用魔鬼形容你媽不太適當 你媽等級是撒蛋才對 然後就飛去跟你 我感谢這個畫畫 畫畫可以記錄我的生活 然後等我過了很久 然後再來看的時候呢 我發現這天我看的玩笑還真好笑 所以畫畫可以記錄我這個日常的生活 這是我之前畫的一隻叫做獅子毛的東西 然後有一個蛋糕店的老闆 他就看了就覺得 蠻可愛的 他在看我說 毛先生拜託你這個獅子 讓我做成蛋糕上面的圖案 我想說 我一般做成那種都是Hello Kitty啊 巧虎啊 我竟然能夠變成蛋糕的圖案 太開心了啊 我就畫的一隻叫做 師父拜託你 用你的蛋糕跟我的獅子 當他發光發樂吧 他就這樣 我說師父 你這是原創法 你被 都被謀授權了 這是一個很好笑的授權的事情 後來我就這個 有部落格 然後人氣有四百多萬 然後 剛剛我把我出版社就找我出了一本書 我就很感謝這個畫畫 畫畫讓我的作品呢 變成是商品 而且是在那個Seven啊 托克蘭都買得到 所以我很感謝這個畫畫 然後今天要跟大家講一下 你出了一本書 可以賺多少錢 就是 台灣呢 就是你只要賣三千本 出版社就會指著 你說你是暢銷作家 你賣的那個書啊 跟余美人 那些銷量 都是一樣的喔 所以只要賣三千本 你就是暢銷作家 然後我算一下 你可以拿多少錢 一般人 新人 都可以拿到六趴 然後等到余美人 你就把它拿到十二至十五趴的版稅 然後我們今天算一下 你是 中生代好了 你可以拿到八趴 你是商銷作家賣了三千本 然後你一本書賣兩百五 不便宜喔 然後你可以拿到六萬塊錢 六萬塊錢 好像也不少耶 可是我們用時間帶入進去看的話 一本書最少要多久可以完成 大部分是要半年 好 我賺快 我就是半年 那我算你很厲害 你三個月完成一本 三個月拿到六萬塊 請問為什麼不去Seven打工 Seven就能打工 對不對 所以當你是暢銷作家了 為什麼還只拿六萬塊 我就覺得這樣不行啊 明明叫做暢銷作家 只拿六萬塊 我就去開始擺這個創意事情 然後那時候 我們來問一下 你的部落格有四百多萬的人氣 然後我的書賣了五千多本 創造了一百多萬的利潤 然後我用這樣的人氣去擺創意事情 第一天可以賣多少錢 隨便猜一下 還有一千塊 很好 我只有兩百五 而且是一個那個 娘娘腔 然後我也看到那個 我都說 我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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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廁所了 不好意思 我不是太怕 那個 他那個 娘娘腔 我只是對那個太熱情了 沒辦法招架 所以我剛剛說 我不是真的嗎 真的嗎 我去廁所了 後來我就覺得 一天只賣兩大五 這樣也不死 我就做了一支叫做 可洛斯獎的東西 他原本的由來 是因為我之前 都做Seven的專案 然後Seven有一次 半夜兩天還打電話來 讓我開東西 我心裡有 充滿了怨恨跟他說 我一定要做一支可洛斯獎 把你們全部都關掉 我就可以下班了 對 然後所以呢 我就 用化雷者四個辦法 跟他女朋友說 欸 推出OPEN夾公仔 你去買一支送我吧 然後我就說 欸真的好 我買特別版的給你 他說特別版是什麼 特別版就是可洛斯獎 還付關門詛咒簽 然後他關門 對 然後他女朋友也便便 這樣子 我就用這樣的故事 去賣那個產品 等一下 我就跟他說 這是可洛斯獎 你買回家 就會關門 誰要買一個這麼衰的東西回家 對不對 好 後來呢 我覺得 在那個創意四集 看到客戶這樣的表情 我發現這個產品的說法不對 我就換了另外一個說法 他說 大家我這個都是這樣 你看到大家所看到 我大家都知道便利商店 開通 好 就跟他說 那天你的工作就是負責關門 這樣關到我們就可以下班了 他就這樣說 這是我的工作 我一定會盡力做好關門的動作的 欸 可是讓我們第一天在想你 那是事 他根本就不能下班 跟台灣一樣 上班責任制下班 欸上班打卡制下班的責任制 根本就不能上班 從這個故事內 就變成罪賣的 我只是變個說法 就變成罪賣的 所以我也 再 我也感謝這個 畫畫 畫畫那種 跌倒 然後思考一下 怎麼轉變這個產品 然後讓它變成是罪賣的 這個是米奇曼 我介紹一下 他們的貼紙你們應該都有看過了 因為現在在秋葉原跟英國 都有他的商品在寄賣 他在五六年前的時候 就可以在不用打草稿 就在筆記本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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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畫成這樣子 他在五六年前跟我說 他想去日本 跟那些 國中生 高中生一起學 漫畫的基礎 我想說你去畫這樣子 就當老師差不多吧 就當什麼學生 這次跟我說 因為他沒有學過漫畫的基礎 所以他覺得呢 他重新再來學過 然後理智會更好也沒有關係 我就覺得呢 有句話叫做 我到老學到老 真的是在他身上我看到的 然後這次我們之前這個 昌畫師協會在台中 晴美術館旁邊有跟 這個晴美術館合作一個 叫做百人鳥屋的端案 就是他樹上啊 有100個人生 樹上呢 有掛鳥屋掛100個 然後有這些昌畫師協會的昌畫師去 去幫他做這些聊無聊會圖 然後那時候 接收到這個任務的詳情之後 我就說 啊 就 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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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打電話 問米奇曼說 你現在做多少 他說 現在都沒有做耶 隔天要教稿的時候 做這樣子 那個 問他說 你有沒有念書 他說沒有啊 隔天考一百分 那種這樣 那我已經討厭 結果我想說 你做這樣子 人家叫我的臉擺哪裡 那要爛圈一起爛嘛 啊 既然做這樣子 我就只能做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呢 比起來 你看 比起來 就 比較可以說 敢說我是他的朋友 哈哈 對 你看 跟之前的 跟現在 有沒有 就有差了 有沒有 那個 之前來教練的時候 聽到一句超棒的話 他說 全是對了 人生就對了 然後呢 嗯 因為我有米奇曼這樣子的朋友 所以他會鼓勵我說 不行 我不能謝他的氣 要不然他也不敢說 我是他朋友啊 然後感謝畫畫 畫畫讓我找到這個 志同到回的朋友 如果我沒有在畫畫的這條路上 即便我再怎麼欣賞米奇曼 我也不敢說 欸 你奇怪 我要欣賞你喔 他都不會理我吧 所以 感謝這個畫畫 畫畫可以讓我找到一個 志同到合理 這個女生是香港人 她之前來台灣 來台灣的時候 在我台灣上面買東西 她就說 問我要不要去香港買它 然後就 欸 也跟著他一起去 就帶著這個 欸你們知道 死亡筆記本沒有L嗎 那這是XL 我去賣了 天使用不動 就變成 變得更水 欸 然後正好上禮拜 我正好被那個 香港漫畫協會 邀請去演講 然後女費也是他們出的 欸 那時候我去賣這些作品的時候呢 也正好 跟我的女費都打拼 還可以吃喝玩樂這樣子 那一般人出國都是去花錢 我想說 哇花花好讚喔 我還可以用我的畫畫出國 還不用花錢 還可以賺錢 超讚的 超感激的畫畫 這左邊那個是蕭欽養 欸 下一個 他是做這個葛萊美 下一個 他是做這個葛萊美 已經入圍四次封面設計獎 的一個很厲害的創作人 然後我也是因為 在這畫畫這條路上 我跟他有一次就可以 跟他一起喝酒聊天 然後 我就問他說 小大哥啊怎樣才可以像你那麼厲害 然後入圍那個四次的葛萊美獎 他就 小大哥跟我說 玩玩吧 他講的玩玩 我認為不是因為他很厲害 所以玩玩就這樣成績 是這個 他喜歡把這件事情做得很好玩 讓大家都喜歡去玩它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成績 所以這個小大哥可以說 都是我這輩子創作的偶像 我也很感謝 畫畫可以讓我有一些人做偶像 我之前有畫這個筆站圖 就是這個 右手這樣 往這邊筆站 左手握住自己 右了 然後這樣子寫寫的 一個很奇怪的 把朋友都變成這個筆站圖 欸 季風在哪 沒看到 算了 也只有畫他 欸 所以小大哥也變成筆站圖了 而且好讚喔 竟然能夠再 用畫畫 讓小大哥也加入我的行列 這是我兒子 首先不要懷疑我跟他有沒有學過 因為我其實很懷疑啦 完全的齁 差這麼多 好 下一個 欸 他超貼心的 我跟他洗澡的時候 他就問我說 幫我刷杯 不滿意嗎 水溫可以嗎 那你需要加強的嗎 哈哈 然後有一次呢 我去那個 陪他去上廁所 他那個小便池 比較高 他人比較矮 然後 他就說 欸 寶貝我要去尿尿 我就說 欸 我來幫你扶尿尿 幫你尿尿 尿完以後 欸 那你先去洗手幹嘛 你來尿尿了 他就去了 他就站在我後面 我說你要幹嘛 他說我要幫你扶尿尿 哈哈哈哈 老兵就是大象 不用摸沒關係 然後呢 我很感謝這個畫畫 我自己有說一句話 就是 人生如果不能帶走什麼 不如留下去什麼 就是 這些畫畫呢 呃 以後我兒子 看到了 即便哪天我不在了 他會知道哪一天 他爸爸 然後不問了條 他也會知道 他爸爸想跟他講過什麼話 所以你想一下 當你的親人 也許不是留錢給你的 只是對你留下 對你講話 我覺得這個 就是我想要留下 些什麼的 這個創作 那這個字 欸 可以幫我翻臉的嗎 欸 這就是我的爸爸咧 好 那個如果說呢 我對我兒子的愛 不要說100分 算80分 欸 那我爸對我的愛 就是80分 為什麼咧 從小到大我沒有印象 他有陪我 做過考驗 也關心過我的功課 然後我有印象 他回家 就是喝完 喝酒醉 回家 躺在那邊 然後所以我對他 應該說充滿了怨恨 那所以呢 我就用畫畫呢 做了一個影片給他 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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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畫回去就很開心 應該是只要做你喜歡的事情 才能夠用這樣的事情 認識一起喜歡做這些事情的人 就很開心 應該是你做的這些事情 大家都很喜歡你做的這些事情 就很開心 然後最好是要給你用這些事情認識正妹 是不是更開心 所以我在想說 我在完成這個畫畫的夢想的時候 畫畫就給了我 與我想的還要多的夢想 所以我真的是超感謝這個畫畫 畫畫給我第十一個導力 這是我們之前參畫師協會 跟這個 忘記是什麼 基金會的糟糕 好啦 反正葉大華 葉大華的創辦人 合作了一個叫逆風少年的計畫 所謂的逆風少年是什麼 講好的是逆風少年 講難聽就是壞學生 所謂的壞學生就是什麼 就是前級考能過考的學生 但是他們真的是壞學生嗎 他這個有一點 這是我教的那個學生 他一來的時候就算起來 你真的嗎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去一去 他跟我聊著 前幾天去打架之類 我想說 我怎麼帶到這個魔王啊 太恐怖了 我想說 就是要畫到那個鳥屋 然後我想說 跟他溝通 然後該畫什麼 我想說 既然你是成績不好的學生 你應該不會認真 對待這個作業吧 他說是不是我要來幫你 這個畫這個鳥屋啊 結果他就很認真的 在這個過程 都跟我每天 co-walking 然後很認真的去做這個鳥屋 就他做出來的作品做這樣子 對 所以打架壞學生嗎 我想跟他不是 就是他沒有在他應該要有的地方 去發揮而已 也許只是不喜歡念書 但是你說他真的壞嗎 我是不覺得 對 所以我這時候有點體會了 就是 我感謝這個畫畫 畫畫讓我這個 有能力去付出 所以我覺得呢 第十一個保護就是 當哪天你有創作出來的時候 然後我可以很幸運的看到你的創作 然後我覺得這個就是 這個畫畫給我的第十一個保護 這是我之前去日本看展覽 然後他們很多都做的很有趣的展覽 叫Design Best Time 今天開始要講的 這個 超話師協會 我們需要的幫助呢 第一件事情開始需要你去這個 這個插畫好心情按一下讚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希望你們 對台灣創作者 都能夠按一下讚 而不是覺得 很常聽到就是 你畫那麼簡單 我也會 隨便畫一個 就給我的啦 對 然後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 希望你們也能夠用你們 口袋裡面的草票 支持台灣的創作者 而不再是去買Hello Kitty 買那些Line 因為我們台灣的創作者 真的需要你們的支持 當然他如果不好 就不要支持 但是我相信台灣 真的有很多很好的創作者 那 如果你自己也很喜歡畫畫的呢 就歡迎你來加入我們這個協會 然後我們一起用這個團體的力量 台灣這個創作 插畫的能量發光發達 好 然後我是這個 台灣台灣是協會的 女士將會在動嗎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